好 小心 初初在生活里不可缺少 一个球员一生最多参加两次了 快 快 肯定要拿完你 加油 三 五 注意力集中 不要想成外一位的事 把所有的发动所有的不痛快 注意下来 不要成外 站住 没有问题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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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联青少年足球超级杯 是全世界15岁年龄段 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的赛事 2014年的夏天 鲁能U15队员跨过六轮厮杀 最终站在了中国区选拔赛决赛的球场 只有冠军才能去往英国参加全球总决赛 备赛两个月以来的汉水 能否在这片绿音场战放 我们必须拿完你 5能率先得分 小组赛中 他们曾以3比0战胜过对手 领先优势 让孩子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 29-22 6-22 拿你 帮我 这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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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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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然而下半场第五分钟 对手却将比分扳平 这也是三天比赛被攻入的第一里进球 1比1的比分一直僵持到下半场结束 我们如果把球打到前面去 不跟进前 点没有用 后一线 赶他们 前面先往前走 比赛进入到加实赛 残酷的金球决胜阶段 谁牵进球 谁就是冠军 U15最终赢得冠军 他们将代表中国参加超级杯英国总决赛 第一天放下 二次情络王七点规定 我们是冠军 此时此刻 可能是万一 趁着对比给的假期 刘承琦回家看望许久未见的父母 每次打完比赛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就想回家 中间倒三次车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还是很舒服 我会抽出几天还会回到我的母校 然后去见一见我们的校长 然后见一见我们的那些老师 因为这条路是他们给我选择的 我感觉没有他们 我没有今天 刘承琦九岁时 就被老师们发现 是一个难得的足球苗子 当年坚持送刘承琦去足校的齐校长 如今还在这里任职 当时是07年 我刚干校长 和我们几个体育老师商量了一下 选择足球作为一个特色活动来抓 其中刘承琦是这里面素质最高 足球天赋最好的 每天下午练球 几个教练义务培训他们 我说爆出这一块 根本不去考虑 我和他们说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说你傻嘛 我说很多东西你们不懂的 在教刘承琦之前 齐教练也教过许多非常有天赋的孩子 他有原来一个师兄弟 他那一出场真是把整个学校那 所有的高足球的这块都振进来 但是他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 当时都不知道往哪去送这些孩子 有一次去这一趟 突然发现一个他在那里给我们断盘子 就没法吃了那个饭 真是说实话感觉受不了 一条路没走通 就像搁了一层纸一样 在刘承琦小学毕业那年 齐校长坚持送他去鲁能祖校 并帮助他争取到减免学费的政策 需要梁度吗 在刘承琦中 我们要走 从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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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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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踏不得 踏不得 有太长了 你看他有 有太长了 这样 假期正值巴西世界杯拉开战幕 不能熬夜看直播的孩子们 只能在午休时间观看赛事集锦 在足球学校 大部分的娱乐活动 也都和足球有关 假期快要结束 赵建飞 刘长奇和张浩晨三人 被征召到国少队集训 但赵建飞却在训练时 腿部意外受伤 上午训练嘛 上午训练的时候 然后就跑的时候 就突然就疼了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被别人顶着 还不知道是跑动 还是过分发力 最晚一个星期 差不多好话 一两天两三天差不多 有可能今天晚上睡觉 明天就好 或者是什么时候 都有可能 为安慰朋友 张浩晨说起来 自己曾经骨折的经历 因为那次骨折 2013年超级杯 他遗憾错过 当时教练都说 我伤了之后 我能就是打了石膏之后 让他跟着去玩一去 结果当天晚上 校长就说 尽量让我去 麻烦 虽然在一个球队 但队员们常会因为 各种比赛或伤病 短暂分别 至于未来 似乎还很遥远 未到19的时候 我们都各奔东西了 到那天我们肯定会哭 能踢出来的就是一线 然后踢不出来就上大学 或者是找工作 我肯定会分开 会挺难受的 待一块待久 你才知道 什么要珍惜 以后就是长大 你再把这些 就是什么东西拿下 就感觉很值得回忆 距离慢脸超级杯 全球总决赛 还有一个月 武能U15全体队员 来到位于巴西的 体育中心被战 那决定就是 比如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感觉很快乐 说不清楚那种感觉 而且他那种做人 真是一种游戏 我感觉他们没有压力 巴西是每一个足球少年的梦想王国 趁着训练间隙 队员们亲身走进 2014年世界杯场地之一 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 三天前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就是在这里打响 站在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这一次朝圣之旅 让孩子们的梦想更加清晰可见 为适应国外比赛节奏 U15与当地球员进行大量热身赛 也看到了巴西小球员的实力 造成中国足球和西方足球的差距越来越大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不在于他的末端 这一年在这一块 而在于他的最根本的基础 清晰这一块 但是清晰这项工作呢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看到成绩的 这项工作 这个需要撑得下心来 来得都寂寞 距离比赛还有三天 但赵建飞的腿伤始终没有痊愈 他要留在巴西继续治疗 挺遗憾的 因为奈克波不就是一个球员 医生最多参加两次 其余的队员将带着队长的梦想 向着英国曼彻斯特出征 曼彻斯特是一座因足球而生的城市 英超豪门曼联的足场 老特拉福德球场 又被叫做梦聚场 它承载着无数光荣与梦想 超级杯总决赛就将在这里打下 假如你先消毒出现 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上打 多快那就举个换去 比赛前期 队员和各国入围球队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 现在这帮队员应该说是身体 包括一个运动状态都处于应该是最好的阶段 唯一就是出现一个意外情况 就是我们原来那个队长 火烧队的队员赵燕飞 他一个意外的受伤 不能参加这个比赛 它的影响是大 它是我们的队长 场上这中后位的队员 影响挺大 把西瓜去手 刚才看了日本 就从它队员之后 它第一次出球 我们的队员的基本能量 他这不是一天两天 应该说我们就是和对方的比较好 我们记住它是他 但在孩子们眼中 国外的小球员 并没有把踢球看成一件严肃的事 他们更多的是在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当天晚上 43个参赛国家中 决出的20支队伍 将通过抽签分为四个小组 这些痴迷足球的少年 将在同一个国际舞台上 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 跳级杯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 我们是代表中国 对优食舞的孩子们来说 命运之神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卢能U15被分在地族和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强队遭遇 小组会得很强 第二天就要比赛了 张浩辰却感到有些不舒服 在决定里面啊 现在就差不多我们是最弱的吧 就不能想在国内一样 我们很强 现在就我们最弱了 在曼联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小组赛正式打响 教练胡义军在场边观看第一轮比赛 应该是美国国家的第一名 应该说基地能代表这个年龄段的定出去 鲁能U15的比赛开始了 第一个对手是巴西国际队 在已经举办过17届的曼联超级杯上 有7届冠军都产生于巴西 这场比赛 球队以2比0落败 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们是输的比较多 第一场我们就输了9个 第三场第四场 我们也输了四五个那种 直接见底就淘汰了 2013年的曼联超级杯 U15也曾闯入全球决赛 但一共被破门26次的惨痛经历 让他们至今难以忘记 2014年的超级杯 也是他们告别少年时代的最后一场世界之战 我们不能再像千年打的第十八 我们应该再往前打 在河孔联的配合下 杨毅林打住一地进球 最终扳平了比分 一场有两大 U15拿到了第一个小组积分 只要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中 全力争胜一场 就有很大机会小组出现 肥哥 你伤怎么样了 我在治嘛 每天为我治三个小时 打发烧了 但他这经常没提办就是 那个牙哥今天带病上了 然后发烧更严重 晚上打了个屁股针 不知道现在还在那儿适应 不知道怎么样了 意外的是 当天晚上 错过上一届超级杯的张浩辰 病情严重 高烧不退 16个地儿 再去到20个小美元 我们只有14 这样的话他在下 这两个主力中 我们全下 这样对我们应该说 后方现在影响非常大 今天肯定提不了 嗯 今天肯定提不了 你提了 提不了 就是发生没其他 你今天没有没起来 昨天发生很厉害 四个别 那个他这个基地的大夫 是看着他 我开着用 行 你等一下多 没事 没事 提好就行 别管那边什么输赢 小组赛第三场 U15迎来本届比赛 被认为最有可能夺冠的对手 莫斯科迪纳摩队 比赛和想象中的一样艰难 对手不断攻破球门 对手不断攻破球门 不是 对手不断攻破球门 也许是 我数学 这么多的 你看 弄招 续做 厉害 传过关 这个年龄感我觉得我们是最好的 就是在国内没人打得忘了 4比0输掉的这场比赛 意味着小组出现的希望就此破灭 没事啊 可以投来 小伙子 来 你看 一个个个扎了小脑袋 这阵子比赛 输赢真是无所谓 是吧 我们是国内最高水平的 但是这种差距就看着 咱们中国比起跟外国最高的差距 成是差距才知道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肯定结合的时候 我到他一个小场地一看 有几个非常专业的教练 带着十来个小孩子 也就是四五岁 非常快乐 家长能够配着 这一天 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 几乎每一个小学 中学 都有自己的场地 这在中国是做不到的 刚才打进去了 好吧 抬起图了 哪怕就是我们输 我们把头抬起来 加油 路上 加油 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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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顶了 对世界上所有热爱足球的孩子们来说 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初衷 即使知道差距 他们仍然全力以赴 从来不会停止追梦的脚步 就输了也不会影响我对自修喜爱 挺珍惜的 不留遗憾吧 还是 是为了梦 去年是进了一个球 丢了26个球 今年是进了5个球 丢了11个球 这个数量上来讲就是说明这个支队伍在经历 老特拉夫德球场 一个书写梦想和奇迹的地方 所有参资球队在这里观看最终决赛 看台上的鲁能优十五 距离梦想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但执着和拼搏 让他们从中国走到了曼联主场 这一次的追梦之旅 是少年时最珍贵的记忆 在鲁能足校的操场上 又一批年仅9岁的孩子刚刚入校 曾经带过U15的张教练 正在对孩子们进行铁能测试 从934年职业联赛以来 那是中国足球青少年的高潮 十几万谁有了 孩子在踢球 我们到目前来讲 应该已经三明之一都不到了 现在没有孩子踢球 包括我们的国少队 国家队 组一支队伍 都是从几百人里边 选一支队伍 享受足球 青少年不要提倡成绩 只要他沿在正确的道路上 再训练就可以了 国外的清兴历史 有队伍几百年了 我们才刚刚起步 我要当中国的梅西 我要赤黄马 当世界冠军 我想像仙罗一样 速度很快 我想像内马尔一样 骑得好 我长大以后 要当中国队的主力 我将来要成为世界冠军 我们能够在再周末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节目的怎么进 海苔